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冲洗扩张器 组装输送窍管与扩张器 拧紧输送窍管上的卢尔接头 沿加硬导丝将带有扩张器的输送窍管推送至左心房 撤出扩张器 沿加硬导丝置入猪尾导管到左上肺静脉 然后撤出加硬导丝 把输送窍管及周围导管整体从左上肺静脉拉出 调整 使周围导管滑入左心耳 并放置于左心耳靠远端位置 进行左心耳造影 用晶石道超声和血管造影测量左心耳固定区尺寸 封堵器选行参考使用说明书 取出左心耳封堵器 将左心耳封堵器完全进入干素化生里盐水中 将装载器输送钢缆和止血阀进行组装 将输送钢缆和左心耳封堵器连接起来 拧紧后回拧半圈 把左心耳封堵器完全进入干素化生里盐水中 拉动输送钢缆 把左心耳封堵器完全收入装载器中 充分冲洗左心耳封堵器 使其中完全没有空气 撤掉柱尾导管 撤掉输送钢缆尾部止血阀 使输送钢缆中的血液流出 并保持左心耳封堵器被冲洗 将装载器插入输送钢缆中 保持左心耳封堵器被冲洗 推送输送钢缆 把左心耳封堵器推送到输送钢缆的头端 推送输送钢缆 把固定盘在左心耳固定区内展开 确保固定盘完全打开 固定输送钢缆 回撤输送鞘管 让密封盘完全从输送鞘管中释放出来 确认封堵器位置 若对封堵位置不满意 则回收左心耳封堵器重新释放 封堵完全 封堵器迁拉测试 检查封堵器的稳定性 左心耳封堵器释放 将输送钢缆推送到靠近密封盘位置 逆时针旋转输送钢缆 解脱封堵器移除输送钢缆 用精实道超声和血管噪影进行检查 移除输送鞘管 器械植入后将发生内皮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